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为什么而出发 一百年了 你追寻的脚步从未停止 你既然的呐喊 从未停息 你 从这里开始 我们该如何对抗这个兽型的世界 唯有建立一支团结的精密的力量 我新成立了北京共产党销售 从1921到202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五十多到九千余万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新兴之火到盛世村 最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时代不断出卷 人民是最终的乐卷人 回溯历史 定位时光 百年梦想 百年奋争 百年复兴 百年复兴 我是党员 最难的路 我带头在前面 于公一散啊 三周一的座 何空四条路 坚定地站在劳动人里面 我们的每一个故事 都是关于真理的故事 理想之光不灭 信念之光不灭 不忘来时路 不惧未知途 欢迎收看时间的答卷 本节目由高档行政级作家 别克军乐独家冠名播出 八十年前 山城重庆 商人卢旭章混聚于商界 和国民党高层 没有人想到 他鼻挺了西装里面 却是打着补丁的衬衫 更没有人想到 这位持有国民党少将 参议证明的显赫人物 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八月峰河 骨血藏中 一身为党筹钱管材 身后 却仅有一万元私人存款 八十年后 帕米尔高原之上 塔吉克族赴边缘拉奇尼 牵着他心爱的牦牛 跋涉在风雪弥漫的边境线上 为巡逻官兵做向导 这里的每一个山口 峡谷 每一处河流 沟壑 每一座戒碑 地标 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十七年来风雪无阻 终成守护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席 这是两位来自不同年代 不同地域 不同民族的中共党员 他们用自己或漫长 或短暂的生命 诠释了什么是忠诚 忠诚 是对党的事业 使之不渝的坚守 也是一心为民谋幸福的信念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无论在风火连天的战场上 还是在百费戴心的土地上 无论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 还是在新时代的巨轮上 有多少党员用忠诚二字 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对党忠诚 不是抽象的 而是具体的 不是有条件的 而是无条件的 当卢旭章和拉奇尼 对党旗举起右手 他们承诺的是奉献所有 卢旭章是我党最具传奇色彩的 地下党员之一 解放前他集资五百元 创办了广大华航 后发展成为我党隐蔽最深 规模最大 经营最好的 地下经济组织之一 为我党筹集了巨额资金 卢旭章是商业奇才 更是红色特工 他面对误解却忍辱负重 腰缠万贯而感受清贫 用一生诠释了对党的忠诚 好 抱歉 抱歉 各位长官 生意上的事情处理了一下 耽误了各位久等了 坐 来 坐坐坐坐 来 请 卢老板 常听军官提起你啊 是啊 我们刚刚聊到 如今啊 国内的交通权断了 但是 北至西安天井 难道昆明香港 就没有我们卢老板 做不了的生意啊 卢老板 了不起啊 哪里哪里 咱们都是浙强老乡 浙强老乡 咱们互相说话 就不要太见外了 如果诗专员需要赚钱 或者说有什么短缺 咱兄弟 请把开放 那我先谢谢了啊 客气客气客气 你想到啊 卢老板 对共党的言论动向 还是蛮关心的嘛 做生意 就得要 眼官六路 耳听八方 对对对 二位长官放心 我们卢老板啊 那可是地道本分的生意人 在他的眼里啊 除了发财 绝无二心 对对对 而且要我说啊 这个新华日报 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 用来点点东西 我心没好感 诸位 菜齐了 入席吧 不要用这些 对对对 行 来 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卢阿姨 这张照片是您父亲和母亲九十年前的结婚照 是的 那在检放前您的母亲是不知道您父亲的真实身份的是吗 对 当上海解放的时候 我父亲穿着军装走进家门的那一刻 全家人都惊呆了 但是后来呢大家都突然明白过来了 原来过去的疑惑呀误解呀冰箱云散了 他们知道父亲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所以在比较长时间的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 还是会因为您父亲的真实身份有一些误会 对对对 是的 她经常要到红颜村去接受州副主席的指示 要看文件呀上档课呀要汇报工作 经常呢因为时间太晚了 她就在那过夜就没有回家 这样呢母亲的心里就怀疑她是不是有外遇了 我父亲回到家就看见我母亲在默默地流泪 人也消瘦了很多 其实她知道我母亲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她不能说因为有组织的纪律 很羡慕 非常的羡慕 雷馆长这个当年好像卢旭章先生 经常去这个红颜村的八路军办事处 在那儿也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是吗 是 陆续章呢第一次见周恩来呢 就是在红颜村 周恩来微笑着并握着陆续章的手 说陆续章同志 你这个共产党的资本家 一定要当相哦 同时呢也说到 要向八月峰河 除屋女而不染 同女而不合乌 影响了陆续章的一身 其实陆续章先生他是宁波人 我们都知道宁波商帮是特别厉害的 那他当时也是很简简单单地 从宁波出来 就是抱着要做生意的心情来到上海 之后又怎么成为共产党员的呢 可以说陆续章先生 从小就是一个热血的爱国清廉 因为成为这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 受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重视 当时的这个地下党员杨浩龙 有一天就很正式地 找罗树章先生过别谈话 就问他说 你这个知道不知道共产党 那罗树章就回答说 知道 因为我读了很多 这个马克思列宁的书 也读了很多有关红军长征的书 知道共产党 但是这么多年找不到 也看不到共产党在哪里 接着这个杨浩龙就问他 那你想不想加入共产党 他说非常希望加入 在1937年10月 就经这个杨浩龙介绍 罗树章就正式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这个宣誓仪式 是在我们家的亭子间 因为当时的那种环境的特殊性 很难找到咱们的党旗 所以在我们家亭子间的窗帘上挂了一块红布 只有杨浩龙同志带着我父亲进行了庄园的宣誓 从此就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在这之后呢 我父亲又继续发展了广大华航的另外两位创始人 一个是张萍 一个是杨炎修 他们的入党仪式呢 也是非常简单 香烟盒的背面画了一个档旗 面对着这个香烟盒的这个档旗进行的宣誓 这个画面我真的很难想象 我觉得在今天看来觉得非常的震撼 真是如此简陋却如此庄严 对 对 对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我怕困难 我怕牺牲 为共产主义事业人奋斗到底 当时其实这个入党宣誓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一旦被发现就暴露了 是的 此后呢他们就专注经营 等于是发展党的这个地下经济事业 为党提供经费 把这个经费送到党手里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是不是也会曲折呢 雷官长 是的 他们就会呢绕几大圈以后进行交接 交接完了以后呢 也不能直接开到红颜村 所以他们也会七转八转地扰很多圈 再开到红颜村 遇到资金量很大 陆续张统子呢会亲自护送这些装有货币的皮箱和麻袋 老板 来壶好茶 并荒马乱 老板 看路不易 听你口音 不是本地人 我是重庆来的 鬼姓 没有鬼姓梦 交流梦 安全吗 放心 咱们啦 咱们啦 阿碧 巴道 志愿韶关的兄弟们 谢谢你们 这可真的帮了大忙啊 我代表韶关所有的同志 谢谢你们 郭队长 续搜 一定要抓住这个重庆老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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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事 我没有被抓住 我从蒋介石侍从事专员施工猛那里 搞来了紧急机票 先夺去昆明 又去了成都 三个月后 才敢返回重庆 权贵是我谄媚的对象 金钱是我唯一的追求 昔日的朋友与我断绝关系 妻子整日地谴责我 我走在路上 仿佛听见别人在我背后 戳几两骨的声音 可是 在胜利到来之前 我必须忍耐 忠诚的方式有很多种 有人是看不畏死 而我必须忍辱负重 暗夜独行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 支持我的唯一有信仰 当时龙旭章为了开展工作 和国民党的高层 也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是的 比方说军统的少将 梁若杰 还有重庆航空检察所的所长 颜少白 都是陆旭章的好朋友 这个好朋友要加个引号 对吗 对 因为工作关系 要利用这些关系 同时她还利用了 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 用飞机来倒卖 美金和黄金 那个时候 陆旭章利用了这些各种关系 所谓是广大华航 生意就做得非常好 全国的各地都有她的分公司 甚至把公司还开到了美国 可以说是当时这个中国的最顶级的商人了 听说他做生意一度做到国民党CC派的头目 陈果夫都成了他的合伙人 像陈果夫这样的人作为政治靠山 对广大华航增强这个保护社 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有一次上海市警察局警察署 就突然传唤陆旭章 一上来 第一句话就说 你是共产党 你是不是经常去这个苏联领事馆 陆旭章一想 这可能是他经常跟苏联人接触引起了怀疑 然后就回答说 我去的不是苏联领事馆 而是苏联聚户商务代表处 我去找苏联人是谈生意的 说国老跟我也有合作 难道你怀疑国老也有同共的嫌疑吗 果然陈果夫成了他最好的保护伞 是的 有没有统计过这么多年 这个卢旭章他们一共为党 筹出了多少的资金 中共代表团在上海的 就住户办事处 就是马斯南路的这个州公馆 这是楼树章花了20根金条买下来的 南京局在南京中山路的一座楼房 这个也是广大华航出钱 当时出了50根金条买下来的 广大华航呢 运输了很多枪制弹药和药品到根据地 因为是这个地下工作 所以我们很难准确地判断 总数应该在四百万美金以上 消息确定了吗 确定 好 大家开会 来 同志们 解放张珍即将取得全面性的胜利 恩来同志发了电报 广大华航 已经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即将与华人公司合并 除了张平 舒泽清同志继续流港工作 其余人员返回解放局 等待指示 真是太好 这么些年啊 被老朋友骂 被妻子不理解 被人戳几两股的日子 我真是过狗 可不是 我们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了 是啊是啊 这一天啊 真的等了太久了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结算 首先我们要拿出四十万美元 退还给非党员群众股份 然后再扣除我们相信要扣除的所有的资金呢 我们在座所有人共有股份一百万美元 此外 还有一百万美元的结语 申请书啊 我已经写好了 我 还有我妻子 在广大华航所有的股份 分红 全部 上交给组织 算我一个 我也全部上交 同志们 我们忍辱负重 从上海到昆明 从重庆到香港 我们不是为了赚钱 我们为了 是以集体的力量去帮助和建立 一个人人平等 安居乐园的盛世 而这个盛世 就在眼前 来 来 卢阿姨 卢阿姨 其实我知道在家里边 卢先生也是对家人是很抠门的是吗 是的 抗战胜利以后 我们全家搬到了上海 家里的环境吧 全都改变了 当时是一个带花园的三层的洋房 而且也换了两部大的好的汽车 他说 实际上这些呢 都是他为了掩护他的工作的伪装 有一次呢 我哥哥他就跟父亲说 他说能不能给我买一辆自行车 父亲说 别的孩子不都是走路上学 你为什么不行呢 走路上学还可以锻炼身体 而且你不能光追求舒服啊 你得要好好读书 当时我的哥哥就很生气 就跟父亲说 那你呢 你也追求舒服啊 你每天西装革履 大宴会小宴会的天天吃着 出门进门都是汽车 当时把我父亲气得直哆嗦 过了几天呢 父亲的气也消了 就跟我哥哥说 他说贤东 你一定要好好读书 自己的路要自己走 我现在所有的这些财产 不会给你留一分钱 会随着我去世而进入坟墓 其实他的心里是想着 所有的这些财产都不是他自己的 也不是我们家的 而是党的 是组织的 等到后来 当我大哥知道 我父亲的真实身份以后呢 他向父亲道了钱 而且我大哥呢 也是我们家第一个 加入共产党的 所以您父亲从来没有 把家里的孩子 当成富家孩子来培养 就一直知道 其实你们是属于什么样的 对 你们将来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对 一定要自强自立 尽管他在外边是资本家 但是在家里的生活 它是很节俭的 我父亲的那个衣服 从来不用拿到外头去洗 特别是他的衬衫啊 内衣啊 都是打过补丁的 是我母亲亲手洗 洗完了以后 我母亲就把麻铃薯磨成浆 把那江涂的衬衫的领子上 再用运刀给运平 从外表看起来 那个衬衫很新也很挺货 当时广大华航的几个创始人 除陆续江以外呢 还有杨延修 张萍 舒自清 他们几个人呢 表面上呢都是资本家 但是他们背地里 实际上生活都非常的简朴 当时在那个灯红酒绿的 这个环境当中 他们一直都保持着 他们入党时的出信 保持着对党的忠诚 1995年 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我们整理他的遗物 我们发现了 有这么一张账单 整个的金额加起来 也就是一万多块钱 这就是他最后 给我们遗留的财产 这个记账单上写着 一万多港币 四百多美金 这个短短的几行字 就是卢旭章先生 一身的财产的记账单了 是他最后留下的 其中的外币 是我的哥哥和姐姐 他们从国外给带回来 补贴家用的 还有就是这个钱包和这些 零散的钱 还有当时的工业券 所以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的时候 经手就是几百万美金的 这样的巨额资产 但是最后在95年的时候 只留下了一万多的遗产 是的 他把他自己的一切都捐给了他 我们家的客厅里 从小我就看着 挂了一幅画 就是八月的峰河 诸乌尼而不染 同流而不合乌 是周总理对他的要求 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自从他在最简单的那块红布前 进行了入党的宣誓之后 他就 我觉得他找到了自己内心的信仰 就是共产主义世界 国家和民族的这个兴旺和发达 所以他一辈子就是为了这种信仰 而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你要向八月峰河出淤泥而不染 同流而不合乌 周恩来总理的这句话 在我心里记了一辈子 也做了一辈子 从当年面对那块红布 举起右臂的那刻起 我一刻也没有忘记 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要掌万金 而干清贫 十六年了 来到这里重温入党誓词 我要时刻提醒自己 要为祖国守好大门 要为党和人民多做好事 我要为祖国束手边关四十年 拉西尼 出发了 来了 帕米尔高原 位于我国广阔国土的最西端 平均海拔四千两百米 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 这里有着世界上最高的 口岸国门 鸿齐拉夫国门 新中国成立之初 解放军驻守帕米尔高原 担负起近千公里的 边境线守防任务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 路况复杂 边防官兵需要当地牧民作为向导 他们被称之为虎边园 塔吉克族虎边园拉奇尼·巴伊卡 义务戍边十七年 直至2021年1月4日 为解救落水儿童不幸遇难 年仅41岁 那三位呢都是拉奇尼生前的战友 那拉奇尼他是哪一年开始巡边呢 2004年快17年了 那你们这个巡边的路 经常有冰雪风山 有悬崖峭壁 这个当中可能也会遇到过危险吧 是的 我们巡逻的路确实不好走 都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 冰川打板上 危险也特别多 稍有不慎就有生命的危险 你刚刚看到那个雪山 它上面是浮了一层雪 但是底下它有这个冰裂缝 大家看不到的危险 潜在的危险 所以走在上面 每一步我认为都是一种危险存在 印象最深的是 2010年的一次这个 例行性的巡边当中 时任的指导员不慎攻下山坡 当时拉奇尼也没有一点点犹豫 第一个冲下去救人的 保重 兄弟 我对不起你 我是唐阅 有困难我去克服 对上爱的时候 他的双手依然还是托举的姿势 救护球 救护球 快 快救护球 救护球 救护球 没事吧 没事吧 像这样危险的情况会经常发生吗 只有我们那条路是 全军唯一一个骑牦牛巡逻的边防路 就是在全国的这个巡边的路线当中 其实那个都是 可以说是最艰难的质疑了 最艰难的质疑 是 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做很充分的准备 每次我们走之前 大概要用20头牦牛 有10级头是用于这个托人的 还有5到6头是用于托物资的 我们的吃的 运的 还有一些单民的帐篷 都要拖到这个毛铃背上 就在我们连队有这样一句话 就只有参加过一次 乌浮浪沟巡逻 才能算是真正的英雄 因为乌浮浪沟这条道路非常险峻 被大家称为这个死亡之骨 但是每次巡逻 拉齐尼都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跟我们带路 当向导 可以感觉到就是战士们在戍边的时候 最信赖的人 最信赖的战友就是拉齐尼 但是在巡边的路上 拉齐尼自己有过害怕或者伤心的时候吗 他有一头白蜡牛 他叫做英雄 陪伴了他十年 然后对他感情特别深 然后跟我们一块到乌浮浪沟参加任务 参加了五次 2014年9月份 我们到乌浮浪沟之前的时候 那个白蜡牛脚卡在这个冰裂缝里面 然后一下子把脊椎给弄断了 然后当时就留在了原地 大家都很无奈 因为还有任务 还有巡逻 我们走的时候拉齐尼 三十多岁 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他说再见了我的英雄 再见了我的战友 过后的时候 魔女咬断了 没办法把她拿住住 师长 拉齐尼 找到了 找到了 别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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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赌 这次我走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感觉 好像我再也看不见她了 没想到这天真的来了 我心里舍不得 兄弟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你不要怪我 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这是兄弟刚斋吧 以后每年花开的时候 我们都会来看她 谢谢 这十几年来 我们一次一次走过这个边疆 失去了一位又一位的战友 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是废了什么 没有祖国的戒备 哪有我们的优养 没有你们的牺牲 哪里有我们的安全 谁 童琪拉斧边防连 全体都有 李正 为寻边虎边牺牲的兄弟 敬礼 她是我心里面的一个英雄 好兄弟 大英雄 向我们无焉的战友 追 像这样的情况 在寻边路上会经常发生吗 因为每次巡逻 我们去乌兰谷都要骑成猫牛 我们骑成的猫牛 都是拉吉尼家的 就是从他爷爷那一代开始 这么多年以来 有十余头猫牛 类似在这个巡逻路上 有九头猫牛受了重伤 但是他们家里人 才多次拒绝 我们给他提供的补偿 拉吉尼自己愿意这样做 他的家人也没有反对吗 他们家人完全没有意见 很支持 因为从他爷爷开始 到拉吉尼这一代 一步地给我们 戍边手边当想到 对 已经第三代了 不 我回来了 回来了吧 来 今天走了不受了 累吗 不累 就是咳了 拉吉尼 你入党几年了 两年了 那你 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入党 当然知道 爷爷的时候 共产党第一次进村 给我们松民 松水 还给大家盖房子 后来还给我们治病 明明的肺炎就是他们治好的 所以我要入党 以期给大家抹幸福 这个党员和普通人 啥区别有难 有困难 党员先上 有好的先想群众 不说大话 交踏实地地做事 严格要求自己 你能做到吗 一定能 这张熊变图 是我经纪念 一笔一画 一笔一画 记下来的 这条路 我爸爸走了二十三年 我走了三十二年 你是我的第一个儿子 今天 这个赶牦牛的鞭子嘛 就交给你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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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看了多少公里 一百公里 多少个大百 多少条河 五千米以上的大板 马座 冰河 八十多条 你要记住 你爷爷给你起的名字 马庆 就像鹰一样 勇敢 坚强 时时刻刻地 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寻冰的路 都在这里 我是党员 这位男女 我带头在前面 有困难 我去克服 一定把所有人 都安全带回来 这个就是拉契尼祖孙三代 寻冰时候的照片 黑白的这张是爷爷 中间是他的爸爸 巴雅克 最左边的是拉契尼的照片 爱乡长 拉契尼的爷爷 是哪一年开始做巡演员的呀 拉契尼的爷爷 凯雷迪·贝克 是解放军最早的向导 1949年 解放军首次到帕米尔高原 住手的时候 他就自告奋勇地去叫部队 给他们当巡逻向导的 1972年的时候 凯雷迪·贝克 年纪大了 他把这个工作 交给了拉契尼的爸爸 巴伊卡 他祝福巴伊卡说 边境现在在哪里 我们就守在哪里 不能让戒备移动 哪怕一毫米 巴伊卡老人 当了32年的巡编员 在2004年的时候 他把这个光荣的责任 交给了自己儿子拉契尼 他们一家三代 在70多年的时间当中 一共巡过几次 边走过多少路 达到700多次 路程有近8万多公里 这些数字 我们都是不会忘记吧 爸爸 爸爸 我的小段汉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爸爸 我想你了 爸爸 我也想你了 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带一台电脑 又快又新的电脑 爸爸 我有一天和爷爷说了 等到以后变成一个后半夜 是吗 爷爷怎么说呀 爷爷可高兴了 等到以后把我巡编图交给我 迟早有一天 爸爸会把巡编图交给你的 但是你要答应爸爸 从现在开始 要好好地吃饭 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锻炼 因为等你长大了 再难的山 你都要翻过去 所有巡编的路 你要都能找到方向 知道吗 我现在开始锻炼 我也开始锻炼 现在不要锻炼了 现在要睡觉了 等爸爸回来 一起带你们去巡编 好的 爸爸 拜拜 拜拜 一月四号被誉为 帕米尔雄鹰的共产党员 塔吉克族护边员 拉吉尼·巴伊卡 因抢救落入冰窟的儿童 不幸离世 用生命守护生命 英雄的事迹温暖冬日 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 2021年1月4日 13时55分 新疆喀什大学校园内的 新泉湖旁 一个五岁的孩子 在接冰的湖面玩耍的时候 掉进了冰湖里 正在喀什大学学习的 拉吉尼听到呼救声 没有任何迟疑 快速奔向出世的冰面 然而正当拉吉尼伸出手 马上就能拉住孩子的瞬间 脚下了冰面 突然坍塌 沐沙江书记王启鹏 你们当时都在现场 是的 能帮我们回忆一下 当时的情景吗 当时开始的天气最亮的一天 零下十四 我和拉吉尼路过校园的人工合适 我们听到冰上有人喊救救孩子 拉吉尼冲上冰面 我也跟着他跑过去 一块救人 没想到冰台报 拉吉尼伸出手去拿孩子 说冰面突然坍塌 他掉进了冰冷的水 不是 但他永远全力艰难地把孩子托上托地 不但一直很快救孩子 先救孩子 我都跑过来说他说 不要过来冰台报 就这样说孩子的母亲 我常有一个围巾 拉吉尼抓好围巾 我准备拉 说冰面又坍塌了 等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我看见他们三个人 然后我回到冰空路的时候 冰很薄 嘎咋咋咋一直响 然后随时可以叫进去的可能性 我就爬过去了 用一个黑杆子 首先把木撒娇和小孩的妈妈 救完孩子和小孩他妈妈的时候 然后木撒娇说河里还有人 但是倒是冰面上已经很平静 没看见任何人动静 后面消化人员改过来 我们河里营救 经过两小时 三次四次地下水 找到他的 尸体 对上爱的时候 他的双手 依然还是托举的姿势 我们那时候心里真的是 真的是特蓝数 特蓝数 天意有情 拉吉尼藏里的那天 下起了纷纷洋洋的雪 人们从各地赶到这个海拔 四千多米的小村庄 送英雄最后一程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你叫人 不要往这边都说 那是没有想象到的一件事情 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是孩子 都是一样的孩子 我的孩子为了救你的孩子 遇到了这样 没有想象到的事情 你们没有什么过错 你不要过度的悲伤 你如果说是太过度的悲伤 过度的压力的话 我心里面也不好说 拉迪尔跟爸爸长得真像 今年几岁了 十一岁 十一岁 你爸爸当户边缘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呀 每天出去 爸爸脸黑 大多数都是受伤 一次好像去山上 从牦牛摔下来 好像就去医院了 急救了 受伤严重吗 严重 在家里休息了十几天 可以站起来 爸爸就开始又去巡逻了 什么时候会最想爸爸呀 看到视频 照片的时候 那会经常看爸爸的视频和照片吗 有时候会 难过的时候不会 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勇敢 坚长 善良 爱开玩笑 爸爸每次都娶妈妈 把我放在前面 我就特别高兴 还有每次起车 我坐在爸爸的身上 爸爸就抓着我的手把 弄方向盘了 我也特别高兴 你心里最想对爸爸说什么话 我给爸爸说 我长大也会当一名呼边人 当一名优秀的呼边人 纳迪尔说 要做我们家第四代的巡边人 我的小鹰长大了 我很欣慰 阿米尔的风和雪 会磨练她的翅膀 塔吉克有最勇敢的孩子 群边路有最忠诚的战士 祖国的河山有多么壮丽 我们的爱 就有多么深沉 世世代代守好这里 守住我们的国和家 卢旭章说过 虽然身在群魔中 但心永远是红的 卢旭章也说过 手中的每一分钱都是党的 谁也没有权利享用 他还说过 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 包括清平的生活 这些他都做到了 拉奇尼说过 要为祖国戍编四十年 他说要亲手把家传的巡编图 交给儿子 他说要为父亲养老送终 要照顾妻子一辈子 要带着孩子去北京 这些他都没能做到 但他也说过 要尽心尽力 为党 为人民多做好事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只有这一点 拉奇尼做到了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 而拉奇尼留在这个世界上的 最后一条朋友圈 是他献给建党百年的 一首小诗 《南湖》 南湖红色的光照料帕米尔高原 在晨曦中 我祖父凯丽迪别克露出笑颜 他怀着一颗熊鹰般警惕的心 他是寻边为自己一不容辞的职责和担当 祖父这种精神 是我家的一盏明灯 我的父亲巴依卡 又继承他的遗愿 我们军民一家亲 扎根边疆 保卫祖国是神圣义武 也是心愿 祖父和父亲的精神 服务着我熊鹰般飞翔 我以钢铁般的意志 日夜巡逻在 冰封雪岭间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我们入党时满怀激情的庄严宣誓 当我们眼含热烈的一次次重温誓词 这短短的八十个字 字字直指人心 句句直言忠诚 心有所幸 方能行愿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卷轴上 忠诚早已刻在心间 融入血脉 一代代共产党人 用忠诚书写传奇 描绘未来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 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 严守党的纪律 防守党的秘密 防守党的秘密 对党中程 对党中程 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 一生一切 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 一生一切 勇服快党 勇服快党 那这一期我们的两位人物 卢旭章和拉奇尼 卢旭章呢 在解放前 可以说是潜伏在 敌人的心脏进行斗争 他的每一分财富 他的家人的安危 他自己的生命 可能都是党的 那拉奇尼呢 也非常令我感动 他说过要尽心尽力地 为党 为人民多做好事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确实也践行了 他的诺言 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我们真正地看到 忠诚不是抽象的 而是具体的 不是有条件的 而是无条件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打赏